闭卦呢,正好是他赴过来的 闭卦讲的是行政 就是行政,施政 闭卦,这个解释呢,先念一下 它其实特别简单 小吏有句话,就写了一句话 这一块呢,一定要跟着下面的篡约一起来说 篡约,必亨,柔来而文刚,不亨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就是,上面呢,其实它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坑 但是,加勒里,最上面呢,上面就写了上去 荣来的意思,从这儿来 而且呢,上面呢,是山,下面是虎 这两者之间呢,就是刚容就分开了 所以叫分刚上而文容 故小吏有纠往 这段话,李老佩的下面 整个的篡约都念完了,一起来说 天文也,文明以指,人文也 关乎天文,以茶十遍 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就像刚刚陈教授说的 这个《易经》的文字之美 从这一段来说 我们中国到现在为主在说的几个词 天文,人文,文化 都从这儿来,就从这一段来说 他到底在说的些什么 什么叫做天文 天文就是自然界的现象 刚柔相杂 我们在最开始复习一个《十二消息卦》 《十二消息卦》的特点就是 阳谣和阴谣是分开的 互交叉,互交杂 但其实大部分的卦象都是阴阳谣交杂 但这种阴阳谣的交杂 其实是自然界当中的肯定会有的现象 山高速,但下面有断断续续的河流 树木是很硬的 但是呢 叶子和有叶槌下来是非常热的 水里面有石头,但水是很温柔的 所以刚柔相杂就是自然界的现象 那么什么叫做人文呢? 人文就是文明以尺 这个是《论语》里面的一句话吧 应该叫知尺而厚定 其实一个人间的社会 大学令 大学令 知和尺这两者存在 才是文明的表现 你知道哪儿就停下来 为什么说有尺呢? 因为上面是个更卦 更卦就有尺 下面是五 文明以尺 所以文明 这个从哪儿来呢? 文明是从这个离 离卦代表文明 上面是个更卦 人间世界就是要有所知有所尺 你才能是一个文明以尺 否则就非常简单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 关乎人文以化成天象 你只有通过对自然界刚柔相杂的观察 只有通过对人文文明以尺的观察 你最终才能达到教化以成天象 那么说到这儿 说到壁挂到底来说什么? 壁挂更多的是 是 是 就是装饰 外表和本质之间的关系 这个 我记得那天院长专闻仔 咱们自己的国为群里 发了一个孔子家影里 关于孔子自己跟自己摇了一瓦 结果摇出壁挂了自己挺不高兴的 对吧 他就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 这个叫做 单欺不闻 治愈不公 类似这么一句说的 其实 他在文语里头专闻要另一句话 对对对 就是什么 对对 单欺不闻 白玉不雕 其实 这一卦 跟这一段话 要可以互相对调的差 互相有所参考 壁挂到底说的是什么 就是指的 外表和本质之间的关系 外表和本质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论语里面 专门还有一句话 就叫做 智圣文则已 文圣 智 则始 兵 就叫做文智兵兵 然后军 这是原本 孔子最想的 对一个君子的对方的要求 就是文智兵兵 文和智 文就是指外表 智就是你的内心 文智兵兵 是指你的外表和你的内心 要匹配的 然后你才是个君子 所以壁挂说的就是这件事 壁挂的下语 是个壁 壁说的是文氏 方正话说就是外表 更挂的 上摇说的更 更是代表这种本质 所以这三分摇 下面说的是它的外表 上面说它的本质 相约 山下有火地 君子以明述政 五感折瑜 这句话就是刚才说的 事后话讲的是刑法 这个司法 那么到了壁挂讲的是行政 是指的 不能够 从这句话你看到的 以明述政 就是由于有火 要政大公民要明察秋毫地去处理政 但是你不能用文士 不能用修士的方式去干涉司法 牢狱方式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出现了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不能文过是非 你不能够去用 就是所谓的丧事行办 对吧 这其实也是一个执政方面 一个特别特别可怕的事 无论出什么事到最后都是喜事 出多大的事情到最后 都是要开信公会的 这不对 这个五感折瑜 这句话 在这就是这个意思 你不能够去用文士修士的方式 去处理跟刑法 跟司法相关的事情 而这个文圣志则史 这个史呢 就是孔子从来都认为 史家其实更多是在做修士 是不对的 所以他在去做春修的时候 所谓的米萧春秋更多在这儿 虚而不论 他把这事说一遍 他并不进行论述 他认为论述 本身就已经到了修士 光世和掩盖的手段 所以就是 初九位 春秋风里呢 春秋风里呢 都没来着呢 那就一口声涮下去了 所以这个上体文下体文的关系 你刚才说了 下面是谜 谜是特别修士 是文 文就是外事 上面是更挂 更挂就是人的本质 所以他下面三根要更多的是修士 上面三根要说的时候的本质 初九 必其指 汽车而图 这个呢 如果用刚才我们论述的 人间道的概念去解决 它的位置是一根 最下端的初九位 换句话说 开校团就是说 还没有进入车位 或者是刚进入公司 一个小职员 他有坐车乘车吗 没有 所以他就是图博之行 舍车而图 就是这一根词 相对 舍车而图 义附倡议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 你从事的角度 文事这个事的角度来讲 我们现在经常说到国内学 有一个话叫做细节的决定承担 这个纸可以在这儿 其实也有细节的意思 你作为一个刚刚进入社会 刚刚进入公司的那个小朋友 你要注意你自己的 严堪举止的细节 如果你连这些都不具备的话 你怎么可能往上升线 你怎么可能脱离混蛋的成绩 升到什么时候的位置 六二 第七须 向于第七须 与上星灵 这个呢 其实要想解释它 我们又回到刚才 陈教授说的就是 学习经的时候 你要有空不清 我们把壁挂 我们把壁挂这个挂项 都挂起来 你看 它其实就是一张人灵 最上面应该上去 然后呢 两根都是阴挂 两根都是阴挂 你把它弯曲一下 这是阴挂 那下面的这边 阴挂就是什么 就是鼻子和嘴 那么六二是个什么位置 是个胡须的位置 你把这两根一挂 稍微的角度往下一放 那两根八根胡 它这块说的 为什么要用这种形象的方式来说呢 就是六二本身 它的位置非常干大 它跟五位是没有硬度 因为上面也是一样 它没有硬度 但是呢 它的上边 九三 跟它之间一样 是一无所定 所以它要迎合向上 要向上 就是这个姚思哲也说的这句话 它不相约 以上星也这个星不二来 而且人的胡须 男人的胡须是怎么分的呢 嘴唇上面的位置叫姿 面颊的位置叫然 下半个位置叫虚 人在说话的时候 胡须是跟着一起动的 所以他嘴巴在动的时候 胡须是跟着一起动的 你上星里 就是这个 他要去向六三靠近 零和六三靠近 才可以 也就是说 胡须其实是嘴的装饰和虚饰 九三 必如过如永真吉 像个曰 永真之吉 中莫之零 其实零在这应该是通讲七零的 七分的意思 那个零 不是九三 但这个呢 就是一根羊摇出来 羊位 所以他的这个位置呢 非常好 但是这个位置 背后对应的危机是什么 他九三的位置 已经是离挂之下挂 下挂的离挂之计 最上面 这时候已经出现了文圣于智的位置 你要修饰超过你自己的 一种本质的东西 这其实已经是一种危机状态 为什么会说 这个若如这些是指的 是指的那种 手挖挖的 很滋润的这种感觉 它其实就已经是 大量的羞耻力 慢慢要超过你的本质的 在这个时候 你要做到永真才能够行 你要固守正道 不能够去有别的 多余的想法 不要去想 因为九三的位置 这个三鸟的位置始终是有 向上体跃迁的冲动 你不要去忙碌冲动的向上 这时候你才能永真挤 而且你在一个被修饰的很多分的情况下 依然坚守正道 那么你就不会被人家欺负 不会被人家欺负 这话呢 好像听起来不好解释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别吹牛 你如果吹牛吹大股 让人揭穿了的时候 你是很丢人的 但如果你不吹牛 你始终 实话是说 不会去太多的门过是非 不会去吹太大的牛 那别的人就不会去气 六四 闭如波如 白马 潭如 北扣 昆重 这个呢 提到白马 六四这个位置 是跟初九对应 初九是因为羊羊羊 六四是羊羊羊羊羊羊 所以它有所定 而在从硬的过程当中呢 你要 这里面有点地方要注意 一个呢 是白马白 从这儿 从这个 六四开始 往上的三菱 开始说质 就是开始说物质的本质 要回归质 回归本质 所以呢 你看好几个地方都会说到白 包括这个六五当中呢 所谓的 其实那个素应该也是 也是指的是白圈吧 也是指的白颜色 所以它更多的是 开始说到本质 而且 你要把这个白马 和初九的那个 汽车 两个互相来 到这个时候已经有白马 游流嘛 开始坐马 开始骑马 而且呢 它跟初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最一开始 因为初九是开始要修士和文士自己的 所以从六四的角度 它可能在刚一开始 有看不清楚 初九的本来面 跟它之间是有所情形 但是一旦剥离它的文士 知道它的本质之后 它发现这个初九 其实跟自己是有所呼应的 是能够结为连理 能够互相一起 能够结婚的 能够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呢 这个匪够这个 土匪的匪 其实就是非礼 是非的非礼 不是盗匪 不是匪寇 是能够结婚的对象 为什么 你看底下 这儿写一个 有项约六四 当为离义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就是跟上帝这句话有解释 六四所处的位置 它其实并不是至尊位 它是温馨的位置 尤其下指是离 下指离本来就是一个文座 是非的地方的人 它对它是有所质疑的 我不相信 但是通过观察 通过这件事物发展到一定重复发现 其实初九是一个很真正的 是可以的 那是您所质疑的 可以跟他接连礼 所以才有工作人 对吧 所以叫做匪够工作 中无优异 是可以 或者不会出门 那么到六五 比于秋元 然后呢是这个 素国尖尖 令 终极 其实呢 这个关于素国尖尖 以前 大概在他那以前 跟事后的解释是不一样的 其实素国尖尖的意思呢 更多的应该是指的 很少 并不是指的多的意思 这块跟上面 如果依然是说有这个 结婚去做聘礼的时候 以礼当中专门说过这个 祸多则施得 避美则施矣 其实并不是指的 这个这个去做聘礼的时候 带大量的礼物 带大量的财物 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 这块呢 其实更多的是 你作为六五 六五已经是职尊位了 你又是一根金鸟 你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需要做的 并不是说大张旗鼓子 去修饰 去建华美的宫殿 穿华丽的衣服 不是 你如果能够做到 用很少的钱财 去装饰自己的住所 宁愿 用很少的钱财 去修饰 做这个 不拿多分多的财物 去干这个干那个的 其实 虽然会很困难 但是这是一个很珍奇的事情 很吉利的事情 你作为为上者 你应该那么大 你已经是职尊位了 职尊已经拥有天下了 你还用财物去显示 自己的职尊有利益 没有 所以他一点是说到 你要用本质 你要用自己的质朴的理念 去赢得天下 所以 相约六五之级游习 你如果能够用一种很简 很质物 很真诚的方式去面对天下 这其实是一个喜事 上九 百里无咎 相约百里无咎得上智 在壁挂里面 它最终要达到的是 去其事得其智 因为下指是个 更多的是文事 光事 上底是要看到的 这些是一个本事 作为上九 上九的位置 已经达到了元老后 太阳王的位置 你这么高的位置 的情况下 你绝对不能修饰自己 所以这个白更多的是 凡苦维针的一种很速度 很速度的 但是你已经是 比至尊位还要保护的位置 你没有必要去装饰 再去修饰自己 如果你能够达到 这个白底的地步 那么最终能达到的一步 这个地方呢 好多人会问 为什么是无咎而不是极呢 六个写的是终极 但是上九 为什么要说无咎呢 能够做到九 就是最上的这个位置 最上端的这个位置 你能够做到 无咎就是不出错 已经是最极力了 你已经达到事物的最终极的 这么一个位置 如果你还能够做到一点错误的路出 你拥有所有能力 但你还有一点错误的路出 你不会做实德的事情 这已经是最最最最急的了 所以只说了五秋天 而且呢 你能够做到尚格志 你在这个位置 又是乃 你挂着乃 你挂着乃 你挂就是要去世 夺其志 你要回归本志 他已经得到了本志 所以他的志向可以出展 所以他可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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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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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可以显示 这 大家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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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家的这个 程度很高 我在这边 今天是来这间学习 前面 大家也非常悲哭 大家对这个 我们次的解释 都非常深入 非常悲哭 没有太多 不好意思 请 这个 有种的话 基本上把这个 刮了它 都会写不错了 比如说 比如说 说一下这个 这个 六五 可能 大家对这个 地域与丘人 啊 宿火尖尖 地域公平 比如说 比如说 你要盖公平 盖 人林的话 这个 宿火尖尖 这个尖尖 这个尖尖 的话呢 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的话 就是少意思 比如说 民盖这个 求 这个 圳令 空平 用了很少的 束缚 就是前台 所以的话呢 既然你比较吝啬 但是最终的话呢 是得及的 也可以理解人话多多的意思 你有很多钱 但那很令识很无用 所以这个本身的间谍呢 就是两个意思 所以你理解人 财务多也可以 财务少也可以 就像我们以前讲 五所五朋友 互有乱臣识人 不是乱臣这次识人 乱就是识 就是你回家就有识财 所以这个意思的话呢 中俄的字连识方法 相反反正的话都可以 所以刚才你解释 我有很多钱 但我不用彭丽识 这是最终是急的 因为你这个钱的话呢 最终用在什么地方呢 就看你的钱用在什么地方 你不用在修士的园林上 最终 虽然你看那种金色 但是的话 另外还有说这个后面讲说这个六字迹 它有习啊 它习在哪来呢 习从何来呢 为国之道不上滑吃 而贵简约 这个丘缘隐次啊 所以的话呢 这个丘缘的话呢 还代表这个隐次 隐居三民的这个贤人 所以坚以养得 你如果你能用这些用财与贤呢 你才能够公有 那你国家的话 最后还是人 还是自己 那你人自己的话 你如果没有闲人来 在你的身边 当然那个 陈教授讲的话 就讲那个 就在讲这个 利监大人啊 利监大人的话 你看钱挂里面 利监大人的话 那有两个地方 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 他在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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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二的时候 他呢 利监大人 刚入社会 利监大人 可以跟师父 有德行的人来学习 到了九五的时候 他为什么还要 利监大人呢 因为九五的时候 他是天子的 非龙在天了 但是他身边 如果没有大人 时刻提醒 来 对他进行劝谏的话 他这位是做不好的 所以要利监大人 那么这个六五的话呢 更似的 连那个 钱挂了九五 还要利监大人的 所以这个六五的话呢 他能够把这个钱财呢 用在这个大人身上 用在贤人身上 做到他的游戏 所以他这个命的话呢 是要把这个钱财留下来 给这个有利益国家的 这些贤人仪式 他都能够出来 做官 来为国家的财来出力 所以到了三九的时候的话呢 你看那个上一罐 那是的话 到了这个 三九的时候呢 已经到了 荷椒面的 是吧 那你看这个 到底上有什么情况 所以这些退休的元老也好 或者到了上位的话呢 这个 登竿里无位的时候 你看这次 叫白地无旧 上的旨 你去掉那些奢华 奢侈 你回归自然的话呢 你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那 因为这里你是用贤的结果 因为是六五之级 游戏的结果 这个六五之人的话呢 他能够做游戏的话呢 所以你在上位的人的话 再上位再进一步的时候 你才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就经常会举个例子 刚才没说 举个例子其实就是乾隆 乾隆自己号称自己叫实权武功 对吧 实权老人 你都已经当了太长皇了 你还强调自己的功细干嘛 对不对 你就不应该再强调自己 那我们为什么说说 康先生是到最后摔败的 可能后悔的摔败的敌劣 你都已经是这样一个皇帝了 再为六十人的皇帝 你还要看到你强调自己的 有同楼拉的功劳 强调自己的那些 其实你相当于把国库 把国家的位置耗费干了 对吧 对吧 这人叫白帝 就是这个意思 你在那个位置 其实越质朴越质素越好 你就不应该去再强调自己有功 强调自己有钱 强调自己能不能富有 不应该这样 历史说 他确实是为国家 为社会服务了 强调自己本身 也到了某种程度 他只要 也不是要到处的 送人家尊敬的 所以说也没有必要 到处哪里都要打扮的 发自招展 也就是帮个素食 到哪里都会 送人家尊敬 对啊 就是你已经处在这个位置了 童子经常说嘛 就是君子如北斗为羊 你在那个位置 你要装饰自己 那您竟然 这不开心就能看到你 你要再装饰自己 要吗 我们来说一下 在童子嘉宇里 讲那个童子 好像没有听说 他就给自己占卦 是吧 没有听说过 这个给自己占卦 这是 善意的互补 是啊 就是说 所以从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得到的话 这孔子的话 给自己吃了一卦 得了一个卦 什么卦呢 这是帝卦 所以丘然有不平之状 这是孔子嘉宇 好诚天理 他说这卦不住 哇 那么子章的话呢 他对学生啊 这个诗啊 诗就自章了这个字 这个 一直在这个 诗的名字 诗文读者得地卦 好习也 而不自自射 不停和也 孔子在这讲话 文读者认为了地卦 这是好卦 地卦 认为是个好卦 是吧 就是这个 那个 那是个 想你来 诗文读者 为什么不平之色呢 为什么呢 孔子说 以期离 第一年 这里有地卦 这就讲这个文字 装饰嘛 所以说在周一里面 三项有果 废之地 废正色之怪 本来你说 黑就可以白是白 你为什么要 给它装饰一下呢 对吧 你为什么要去 把它这个 黑白的话呢 你去给它 装饰一下 所以一个空间说 黑白离正眼 金得地 非我造影 这不是我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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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的话呢 单漆不文 如果你是 红色的 这个漆了 不用再去 上面做这个 这个文字了 如果你真正的 这种漂亮的白玉 就不用再雕刻 雕刻的话呢 白玉往往就是因为 它们有裂痕 有这个 乌色 或者有这个 黑点 就把它给去掉 就白玉 白玉无瑕嘛 如果无瑕的玉的话 它不用雕 所以一般雕刻的 山水的玉啊 它都是因为有裂痕 或者的话 它就作为无识牌 就是这样 所以白玉无瑕 何也 只有鱼 不受饰饮 所以我的本身的品质啊 自然的这个天然的这个品质的话呢 我觉得是有富裕的 不用你再去雕食 但是的话呢 我们看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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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人的话呢 就说呢 孔子啊 这个 这个卦的话呢 很适合于孔子 因为孔子他一生的话呢 没听说他给自己三十个图画 因为孔子他自己讲的话呢 恕而不作 他在这个里面讲 前人的话呢 已经很多 把这个道理啊 都已经说明白了 所以我们今天人呢 孔子自己啊 已经没有必要的话呢 可以写出来新的这个作品 我只要把前人的那个讲过的东西 我重新把它叙述出来就好 所以的话呢 孔子的话呢 修春秋 三十经 这个 定礼乐 实际上这个过程的话呢 就是一个修士的过程 本来的话 春秋是鲁国的二百四十多年的这个历史 通过的话呢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春秋 它是教化不同的 对吧 这就是各个国家的历史 以前的话叫孙夏秋冬嘛 就是这个季节的这个记录 然后就简称这个孙秋 是三十多国的 但是其他国家被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新的皇统一 对国以后的话的话 其他国家的这个历史的话 就被了消失掉了 所以这个这个孔子的话呢 就把这个春秋传下来了 传下来之后的话就说 实际上在这些过程当中 包括这些周艺的那些 孔子都是经过修士 通过文化的话呢 在进行的话 给后人留传下来的这个文化 是经过修士的 就是这个记录 所以这一卦的话呢 把这个孔子的这个一生的这个行为 都给他这个显示出来 所以这个卦 但是孔子自己认为的话呢 因为孔子的话呢 自己一直想重生的 他说我不是只是想写的这些东西 就是到了老年的时候 周游内国以后 已经互为人所用了 所以的话呢 他不得已而来做一些文化的东西 所以孔子的话呢 就然有不平之色 所以那看来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我们应该还是孔子平 也比较 还在周游列国的这个 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回到中国的这个 这个专门的地方 那么今天的话呢 就想到这儿吧 那时间比较晚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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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